朋友们我们接着聊这个江苏省委省政府的这个调查组啊 关于铁链女事件的这个 他们发了一个报告吧 一个关于这个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应该他们就下结论了 他们想尽快把这事儿让大家遗忘 把这个火苗把这个火堆熄灭啊 他说第一关于封县生育八孩女子 你看他就不说铁链子啊 不说锁住人 不说非法拘禁 不说这个生活条件那么差 是吧 衣食无浊 你看穿的那个脏的衣服 那么破 那么寒冷 那房子连个门都没有 对吧 这等于揭穿了他们的谎言呀 不是说什么农村全面脱贫了吗 对吧 这是事实吗 你们为什么 对吧 就明目张胆的这么说谎呢 我就不明白 是吧 离开说瞎话 你们能活得了吗 离开谎言你们活不了 对吧 你们这群畜生 对不对 2022年1月27号 社交网络平台流传 封献生育八孩女子的视频 经核查 视频中女子 献户籍登记名为杨庆霞 其丈夫为董志民 可是我昨天看到的 是吧 那个资料 那个户籍 那个那个档案 董志民显示是未婚呀 难道那个是造假的吗 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没有能力辨别 现在对不对 家住江苏省丰县 欢口镇董吉村 阔湖后并入李庄行政村 对吧 中国有行政村 行政村有时候里边 他有自然村 自然村和行政村 不是一个概念啊 行政村就有共产党的村书记 村委会主任 自然村不一定有啊 根据2000年6月董吉村委会会计 叫邵某征 他中间给人隐去了啊 叫邵某征 出具的董志民 杨庆霞的婚姻登记申请资料 这完全可以造假 公安局获取了杨某霞 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古村的线索 随即组织警力赶赴云南 以福贡村为代表 就杨某霞的身份 开展了走访摸牌 就是事后诸葛亮吧